皇上和贵妃成亲三个月都没有洞房 夏淼竟被查出怀了两个月深月 这让皇上头顶轻轻讨厌 可即使这样他也不愿放贵妃离开 甘愿将这个帽子戴在头上 你如果想留下他 你就必须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寡人的孩子 听明白了吗 永远永远也别把那个人说出口 一旦这个孩子生下来 马上把他送出宫 为了保住腹中的孩子 贵妃只能答应下来 并承诺今生都不离开秦宫 这才让皇上平息了怒火 看着心上人的绝美容颜 皇上的兴致立刻上来 一把将人推倒在榻上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想杀了寡人 是 我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你 皇上文言十分生气 又不舍得惩罚对方 最终只能愤然离去 身后的贵妃健壮松了一口气 发誓为了孩子定要好好活下去 这边皇上为了消火 直接来到了锦良人的秦宫 这让三年没见过皇上的妃子 惊喜万分 还不等他好好跟皇上续续酒 皇上拉着他就要去办正事 次日一早 当楚夫人得知 皇上前半夜在贵妃的寝宫 后半夜跑去了锦良人那里 顿时气愤不已 打定主意要敲打一番 便叫来了比自己地位低的锦良人 教他要懂得学会分享 切不可一人独占恩宠 锦良人文言皮笑肉不笑 敷衍地答应下来 深夜贵妃一直在看书写字 直接无视了一旁的皇上 这让他怒火中烧 直接抱起对方到了床榻前 两人靠得极静 皇上也不禁想起了 两人初见识的场景 那时他喝醉酒走错了房间 意外跟贵妃同床共枕了一夜 可笑他一声警惕 从不与人同眠 也只有跟贵妃同床才会熟睡 很显然贵妃也记起了从前的场景 若是那时他就知道对方是秦王 那定会离得远远的 皇上文言也不在意 独自沉醉在美好的回忆之中 知道对方还没有接受自己 皇上并不想勉强他 反而在他寝宫多待了一会儿 以便制造出事情的假象 后宫之中没有宠爱就无法生存 贵妃也看出了皇上的目的 这才没有驱赶 这是屋外楚夫人的宫女 正在替主子偷听 可屋中却安静的奇怪 见巡查的都尉发现了自己 宫女仓皇逃离了此处 次日一早 太后再次提起立后的事情 还有一让自己的侄女楚夫人为后 皇上顿时觉得头疼不已 推脱现在不是立后的好时机 这让太后脸色难看起来 为了转移话题 皇上立马表示贵妃已有了身孕 一礼 离子因为王后所处 因此 眼下非立后时机 太后闻言不得不松口 任由皇上离开了此地 这下楚夫人彻底坐不住 急忙询问太后如何是好 这让她不屑的一笑 在这后宫之中 弄掉某个妃嫔的孩子 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不得不说将还是老的辣 楚夫人有了这番提醒 顿时有了主意 等回到了自己的寝宫 楚夫人立刻叫来了锦娘人 并告诉她贵妃怀孕的事情 这让对方大吃一惊 那个妖女 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 本宫都入宫两年了 怎么算 还不如一个小小的民女来的惊 一下子就换上了龙肿 锦娘人闻言感同身受 她才刚刚试起 难道就要失宠了吗 看出了她内心的不甘 楚夫人将一个香囊送给了锦娘人 勾勾小手让她过来 若是让这新入宫的利基一下子生了个公子 那肯定会威胁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地位 一番挑拨离间 锦娘人成功上了头 认为贵妃的存在确实是一大威胁 楚夫人见状十分满意 她就是看在锦娘人极度心强 又没有什么头脑 这才拿她当替罪养的 深夜贵妃用膳食胃口不佳 可以想到腹中的胎儿 勉强又多吃了一些 谁知突然腹中一阵剧痛 这让贵妃大惊失色 急忙让宫女去传太医过来 一听到有人给贵妃下毒 皇上匆忙跑来探望 心中担忧不已 听到太医汇报称有人故意为之 在饭食中加了料 皇上大怒 当即命令侍卫彻查此事 无论有多少人 要是查不出来 都杀了 连你们在内 看来皇上对贵妃 那是放在心肩肩上的 等屋中只剩下两人 贵妃第一个怀疑的就是皇上 这让她心中有些失望 自己对待贵妃是真心的 可偏偏对方 就是对她的关怀视而不见 如是本王做的 后宫是个是非之地 你如今已有身孕 怕是那些嫔妃气的毒性 贵妃闻言觉得可笑 这座皇宫就像是一座牢笼 这里的饭食 还不如家乡的一碗糙米饭 这让皇上无可奈何 只能等待她回心转意的那天 这边楚夫人得知 贵妃的孩子有经无险的保住了 心中的恨意更加浓烈 可锦良人却害怕会查到自己身上 楚夫人当即让她放宽心 自己已经打点好了一切 只因负责此事的侍卫 乃是自己母家之人 一想到贵妃把孩子生下来 以后恐怕是圣宠不衰 楚夫人就威胁让锦良人加大计量 可自从经过上次的事情 皇上就把贵妃当成宝贝一般照不起来 并当众宣布 从今往后自己和贵妃同时用闪 若是再有差池 就是谋害皇上诸九族的大罪 可贵妃却不领情 看着对方递过来的青粥 贵妃看都懒得看一眼 你要是不吃 我人也不吃 那这样的话 我就绝食三个月 饿死其妙 替天下人除害 第一次见到对方幼稚的模样 皇上直接将人抱在怀中 但还是不忍看贵妃瘦了 随手捏起一颗红枣地给她 可贵妃压根没想结果 这让皇上气得放入口中喂了下去 受不了这种清静 贵妃只能妥协 一口一口地吃着青粥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贵妃经过了一天一夜的折磨 终于平安诞下了一个男孩 这让等待的皇上五味杂陈 但还是第一时间去看望虚弱的贵妃 谢谢您 让我把孩子生出来 贵妃说完给孩子取名为天明 一旁的宫女也夸赞 她从没见过如此俊秀的皇子 贵妃眉宇的秀情 和皇上的英气都具备了 这让皇上黑着一张脸 嘱咐让贵妃好好休息 就起身离开了寝宫 很快贵妃平安产子的消息 传遍了后宫 这让楚夫人气得脸色都发白了 只恨自己的肚子还没动静 如今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得意 深夜贵妃正在寝宫安睡 突然一个黑衣人走了进来 成功惊动了睡梦中的贵妃 这让她吓了一跳 冲过去将孩子抱在了怀中 你是谁 有刺客 有刺客 师妹 是我 大师兄 大师兄 快躲起来 快快 等到侍卫们冲进了屋 贵妃匆忙掩饰慌张 成刚才跑进来了一只猫 这才惊动了大家 等应付了侍卫 贵妃才叫出来了大师兄 谁知对方却拔刀相向 要杀死秦王的后代 贵妃健壮急忙阻拦 表示这是自己和荆轲的孩子 大师兄文言沉默起来 没想到秦王如此的大怒 此地不宜久留 大师兄立刻表示 自己如今已是宫中守卫 若是师妹有任何需求 就传信给他 这是门外突然传来皇上驾到的声音 等师兄小心藏好 贵妃急忙准备迎接 寡人听闻你寝宫有刺客 所以才前来看看 我刚才已经跟宫人说了 只是只猫而已 只是只猫 那为何 你看上去如此悲伤 我想家了 皇上文言死死盯着贵妃 希望从他脸上看出破绽 可对方面不改色 这让皇上打消了一律 转身离开了寝宫 虚惊一场 贵妃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刚才说了一口气 我刚才想打开了一口气 我还能打开了一口气 我刚才想打开了一口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